本节目是由低脂低糖健康好米 哈亚娜赞助播出 各大超市杂货店及便利店都可买到 把爱心健康带回家 让哈亚娜守护您的健康 优质好米尽在联心 我们都知道 心脏病与心血管疾病 深深的危害着人类的健康 对于狗狗也一样 心脏病也同样是狗狗死亡的重要原因 它们的体力会开始下降 然后有一些可能 它们会很快很容易喘 有一些甚至咳嗽 尤其是早上太冷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太冷的时候 它们会开始咳嗽 那有一些会开始 体力下降了过后 它们不太愿意动 你会看到它们比较常休息 开始会咳嗽 开始会累 有时候会晕倒 然后有一些没有那么明显的 会慢慢的消瘦 开始还会慢慢影响到食欲 不太要吃精神状况也没有那么好 最先注意的就是生活习惯 要知道他们的 在生活里面 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当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一定要定期了带回去回诊 那第二就是要定期做身体检查 尤其是心脏功能检查 如果说你在家看到他们的休息 呼吸次数变得更高 或者是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就要带回去复诊了 然后一定一定要定时 否用心思重预防 避免他们有太高温 或者是有太大的心情起伏 适合的温度凉爽 会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 呼吸也没有那么费力气 然后呢 适量的运动对他们还是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